早安 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二的早上 閣野美股方面顯著大跌 其中尤其以納指方面跌幅高達3.03% 認真跌到全部科期股份1.16 其中很多包括FAANG 各別Facebook蘋果各樣情況 其實這些比較具頭的科技股 已經更高位回調兩性進入紅市 恆生指數方面明顯受累 顯著低開300點 科技股亦都捱沽 今天暫時不太難課 我們仍然關注50天線 究竟是否恆生指數的第三次座